欢迎收看老报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冰封怪物解冻吓人的电影 《怪物前传》 1982年 一时隶属挪威的三人南极科考队 在冰原中行进 突然他们探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信号 于是就追踪信号源 在信号源所在的冰层下面 发现了一个令人摊为官司的东西 因为手头上的设备和人缘不足 只好把这个发现带了回去 之后 这个考察项目由美国的博士 阿沃森处持 他还找来了古生物学家 洛伊以及其他的科学家 主见了一支探险小队前往南极 抵达目的地之后 一群人也不休息 直奔了冰城下方查看 由于来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具体内容 所以眼前的这一幕 震惊了所有人 原来冰层下面 冰封着一艘外星飞船 而且据不保守估计 这艘飞船在这已经是万年了 和飞船一起被发现的 还有冰冻的外星人 面对这一发现 大家都非常激动 连冰带外星人一起取了出来 拉回了实验室 正当大家研究 怎么把外星人取出来的时候 阿沃森提出 要先取一点皮下组织研究一下 但是洛伊觉得 这会破坏整个外星人的完整性 激励反对 可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是哈沃森 他说的话有很大的决定权 所以只能让他先取出 皮下组织进行研究 洛伊觉得很事不安 但是阿沃森却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身份 让洛伊服从主持安排 晚上大家开会 一名科学家意外发现了冰块里的外星人居然动了 而且立马脱离了冰块 攻击了他们 几名队员受伤 一名队员死亡 悟难之下 大伙只能用火烧的方式将其制服 之后将烧脚的尸体带回研究室解剖 在解剖的过程中 洛伊发现了外星人吞下了队友后 不能消化的钛合金甲板 同时观察到外星人的气泡 具有机枪的复制其他生物细胞的能力 各天队员杰克 想要带小队中受伤的人离开寻求救治 就在他们等几次后 洛伊在浴室发现了几颗金属甲牙 以及一潭血水 他联想起昨天的研究猜测 其实昨天的外星生物并没有死 而是将自己的细胞 融入了受伤的队员之中 然后寄生在队员体内 因为外星人接纳不了物击物 所以把金属甲牙都拔了 他想处置飞机起飞 可是为时已晚 外星人从被感染了队员身体里 迫切而出 攻击了机上的人 飞机也因此坠毁 地面上的队员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洛伊急忙把自己的发现和大家说了 可是带队的哈沃神 并不用相信他 就在这时 另一名隐藏被感染的队员 身体也发生了变化 自处袭击 大家只好还是用火烧的方法 制服外星人 现在没人不相信洛伊所说的话了 就在大家惶惶不安的时候 早上追击幸存的杰克 但是一名受伤的队员回来了 因为从外表上无法区分外星人和人 大家只好先将其隔离 准备一个实验室对他们进行测试 但是实验室却被人故意放火烧毁了 虽然没法测试了 可是大家也相信了 他们之中一定有人已经被外星人感染了 没办法 为此能利用外星人无法复制 武器物质一点 观察大家的牙齿填充物来排查人类 最后包括哈沃森 杰克在那的四人 也无法判断 只能暂时隔离 剩下已经确定是人类的队员 拿着风火器准备面对突发状况 但是很快 其中一名队员就被袭击了 顿时间大家乱成一团 都互相拿着武器指着对方 外星人也脱下了人类的伪装 大肆攻击起来 最后只剩洛伊 哈沃森和杰克还活着 但是哈沃森此时已被感染 来开车直奔冰原下的宇宙飞船 洛伊和杰克赶紧去追 之后洛伊用身上紧上的手雷 直接把飞船和哈沃森炸坏了 此理逃生的洛伊和杰克松了一口气 打算立马去车离开这个鬼地方 但就在他俩上了车后 洛伊发现杰克佩戴的耳钉不见了 心生一得的洛伊 抱着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的原则 直接拿着喷火器对着杰克狂喷 在杀了杰克后 自己开车离开了这里 怪物表现出和人类不同姿态的时候 人们的表现还算团结 但是当怪物以人类的姿态 而入其中的时候 任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就被厮舍开来 最后若伊对谁都不信任 不由分说的屠杀就证明了这一点 而他自己是否也被感染 这就不得而知了 以上就是本期老包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包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